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9月16日 罗马逝取赫尔辛基 周五凌晨 欧洲联赛分组赛在赢角逐 C组的赫尔辛基将做客挑战罗马 分组赛首轮爆冷书波 令罗马出现形式处于被动 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再度发生 摩连奴必定会严阵以待 红狼是一主场出击值得期待 摩连奴上继重返意大利 旧帅罗马撑起了一甲的门面 在联赛排位第六的同时 还在欧协联当中夺魁 如愿拿到今年欧洲联参赛资格 休赛期在保留罗伦素伯利坚尼 和谭美艾巴贤等主力的基础上 摩连奴又靠着自身的号召力 拿下保罗戴巴拿和尼曼查马迪等人 班底实力有了显著的提升 联赛方面 六轮过后取得四胜一和一副机的十三分 与身前队伍积分差距较小 完全有机会冲击锦标 而其中二个主场保持全胜 攻入四球且一球未失 主场统治力十足 欧洲联罗马首轮救出师不利 中场前惨遭对手 绝杀 痛失关键三分 这对争冠热门之一的他们来说是不能够接受的 本场必定会重拳出击 战役甚浓 正如以上所提及 相对做客演出来说 红狼主场 更具威力 此前二个主场路德全胜 并成门保持不失 相信在保罗戴巴拿和谭美艾巴贤等射手的引领下 金突竹长吻收胜利 相对首轮爆冷书波的罗马 首轮同样落败的赫尔辛基 则为真实实力的体现 该一被吸甲净旅被迪斯按在地板上摩擦 具体数据为空球率48.2%比51.8% 射门次数4比20 产球成功次数8比16 角球次数4比6 这些数据足以反映他们与四大联赛中上有分子的实力差距 此外 赫尔辛基和罗马的实力差距还可以从总身价看出 后者全队的身价约为4.02亿欧元 而几队连一亿都不到 夸张一点说 连对手车尾灯都看不到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赫尔辛基今年原本是参加欧关联赛式的 但是由乌期间整体表现难尽人意 四战仅交出一胜三负的劣迹 最终被降入欧洲联 来到这里球队的表现也是高开低走 连同分组赛首轮0比2失利在内 目前已经连续二仗不胜 显然欧战没有连赛那般强势 再加上金仗要远赴意大利战斗 可以预料赫尔辛基会踢得极其艰难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